由著名动作民导袁和平指导的新片《夜万外传》张天志 12月16日晚上在香港铜锣湾举行大型的首映里 除了女一号杨子琼缺席之外 男一号张静,男二号郑嘉颖,女二号周秀娜都随袁和平现身 在片中打戏连场的张静跟郑嘉颖,戏外当然非常的老友 不过回想起在片中的替身,在拍摄的时候直接被张静打到进医院 郑嘉颖还是有点怕怕 那郑嘉颖有想过让张静教你几招吗? 学不了,没有,那个是从小学的 我们到这个年纪学不了 真的你要真功夫那个,还是要看他们 你练枪把就可以 简单一点的动作 你不是要招,不是那时候咏春啊,红拳啊 这些还可以 广东话叫懒着高 打那个街头交 街头交还可以 张静从小就是个武林高手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过重庆男人貌似都很愿意在家里面当怕了多 之前张静在网上吐槽老婆蔡绍芬的港谱说得烂 居然上了热搜 结果就被蔡绍芬截了图 并且威胁 看来有人命不久矣 最后两人还真的因网友的要求 象征度非常高的干了一架 看到网友是既好笑又羡慕呢 他就觉得 谁笑我都不可以,都可以 就是我不能笑他 对啊,因为我 我其实 我觉得我说广东话还说的算挺好的了 我说错一个字他可以笑我好几年 他说普通话他一句话里面没有哪个字 没有哪个字是标准的 我都不能笑他 你看,所以 老婆是那么不公平的 男女没有平等 没有平等 他们什么是 对啊,特别是我跟我太太更不会平等了 今天就更不要乱说话了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